Hello 今天这个视频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最近在用的几款专柜的眼部产品 从成分使用感受还有推荐给什么人群去使用 三个维度上去进行一下分析 这两个的主打成分跟他们家面部精华一样 还是二练酱母发酵产物容包物 那我先来说兰蔻的这款 这个的话它成分表上排名第一位的是水 第二位的就是主打的那个活性成分 这种混合物呢基本上大家是认为 它是靠里面的一些小分子物质 比如说维生素 氨基酸等等 来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 但是这一款还有一个特点 这个按摩头非常的圆 你用在眼下去推你的眼部精华的时候 确实是可以很有效的减少对于眼下皮肤的拉扯 但是你真的用它去按摩精华 按摩到吸收是需要很久的时间 可能要15分钟往上了 所以事实上我是根本没有耐心把它完全按到吸收的 一般还是把它放上去之后 还是正常的用指腹推开 然后让它自己去吸收就好 因为它含有乙醇 它的推起来延展度很好 质地非常的轻薄 吸收的也非常的快 所以比较适合混油皮或者是油皮去使用 这一款推荐给不介意乙醇的混油皮以上的肤质 如果你喜欢轻薄质地的眼部精华的话 是蓝带的这一支 它们家小棕瓶眼霜一样 它也含有少量的咖啡因 那我特意把咖啡因单领出来说呢 是因为有的人会过敏 你像我用它们家小棕瓶眼霜的时候 是会觉得眼下的皮肤有微微的发热现象 但是还不至于到过敏 但是我用它们家的小棕瓶精华 面部精华的时候 皮肤是会敏感放红的 所以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有点害怕这种含咖啡因的护肤品 但是我用这一支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发热没有放红 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一支 但如果你对含咖啡因的护肤品 曾经有过类似敏感啊 或者是过敏的症状的话 还是建议你先去试一下 这个就不像兰蔻那个有一个按摩头 它的质地要比兰蔻要粘稠很多 但像我这一两年 有点从混油往混干去变化的趋势 我就会喜欢这种保湿度偏高一点的产品 另外也提醒一下大家 它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圈圈 你用到下面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白色的圈圈拿掉 你这个棒子就可以伸得更往下一点 就可以取到底层的精华 不然的话它是会占据一定高度的 这款推荐给混干皮 干皮或者是你秋冬去使用的话 应该所有的复制都可以 下一个是滋生糖的这个抗皱眼霜 基本上大家都公认为 A是抗皱界的一把好手 但是忽品里面是不允许添加为A酸的 所以只可以以唇 指和泉 这三种形式存在 其中A唇它是作用最强的 那这一款眼霜的话 它是含有A唇和A指 这种唇加值的组合 比起指含有VAA指的话 对我来说是更有吸引力一些 这一款是一个乳白色的质地 它的滋润度算是中等 吸收的倒也是挺快的 推起来也很匀 就不会有什么搓泥的现象 这个质地的话 我觉得除了大干皮 冬天可能会嫌它不够以外 其他三个季节应该都是足够的了 当然了VAA不是所有人都耐受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VAA类产品的话 你可以先隔天使用 或者隔两天使用 慢慢的去摸索你适合的频率 给皮肤一个建立耐受的时间 推荐的人群是耐受为A类的成分 有抗皱需求的人 下一个是蓝蔻精唇眼霜 其实这款眼霜的话 单看成分我自己没有很重草 就是因为它最近实在是风太大 我看到很多人很感兴趣 想要看它的测评 所以我才买来给大家测评的 在成分表上排名前几位的 都是一些保湿成分 水干油就不说了 还有矿油石辣等等 这些封闭性比较强的一些油脂 虽然也有欧加的抗氧化的专利成分 玻色因 但是它的排名不是特别的靠前 而且玻色因本来就是以一个 整体这个混合物去计算它的浓度的 然后它的排名又不是很靠前的话 我觉得它的干种成分的就更比较少了 那欧加一直在推玻色因这个成分 是声称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是能够促进年多糖的生成 而年多糖是细胞外机制的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 说玻色因促进年多糖的生成以后 就可以把细胞外机制给撑起来 就可以让皮肤细胞 整个皮肤它的紧致度提高 所以这个是他们宣称 玻色因的一个好处 但是玻色因的产品 我还是会把它排在A纯的后面 就它对我来说还不至于是一个 特别厉害的抗重产品 但因为它加了足够多的保湿成分呢 它的质地我倒是还是挺爱的 这种乳黄色 比较霜状的质地 它是这两款精华 两款眼霜里面 最滋润最厚实的一个 但是它不难推 推开和吸收的都很快 保湿度也很高 所以像我前几天爆皮的时候 我就特别在爱用它 反过来说 如果是有眼皮的 那大家就要慎重 但它价格要一千多块钱 你再考虑到它的成分的话 这个性价比就不是很高 如果你是充着它这种 保湿度非常好的使用感的话 那其实你几百块钱 已经可以买到一个 使用感同样很好的保湿眼霜了 那我就绝对不建议大家 省吃俭用的去买它 如果它搞活动买一赠一的话 可以趁机入手试一试 推荐的人群是贵妇大干皮 难道做一次眼霜合集吗 我就把我手上没有 但是大家也会比较感兴趣的几款 顺便说一下 就是SK2的大红瓶眼霜 蓝蔻的小黑瓶眼霜 雅士兰黛的小棕瓶眼霜 这三款 那这三瓶主打的呢 都是各种的绿叶 要么是细菌绿叶 就是双齐甘菌的培养物 要么是真菌绿叶 就是SK2 它是酵母萃取物 那这些绿叶呢 它都是一个混合产物 它里面的一些维生素 氨基酸 刚才说过的那些小分子成分 可以帮它起到一个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我通通会把它们 归结为抗氧化的眼部产品 质地上的话 蓝蔻那个是最清爽的 但是它含有乙醇 棕瓶比较滋润一点 它含有咖啡因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 在用的时候 都有眼下发热的现象 所以说这个建议大家先去试一下 确定你自己 不会对它过敏 SK2是相对比较滋润的 在上海的话 秋冬是够用的 那它含有咽线胺 但它的缺点是 含有paraben防腐剂 所以有的人会介意 paraben防腐剂 或者是有的人会对这个成分过敏 那么你就要避开 以上我说到的所有的眼部产品 作为一个皮肤偏干的人 尤其是冬天在上海 老是在空调间里面待着 空气特别干燥的人来说 使用感上 我比较喜欢SK2的大红瓶眼霜 或者是这个蓝蔻精唇 这种比较保湿一点的眼霜 但是考虑到性价比 因为我与此同时又是一个成分的 在这几个产品当中 我还是会投为A一票 没办法是让人家是 抗皱界的抗霸子呢 如果你还没有到 需要抗皱抗细纹的年纪的话 那可能其他这些 抗氧化的产品也足够你使用 你就挑选一个 自己能接受的价位 能接受的使用感受就好 好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长按点赞 帮我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